60 Pro出來以後 709千1 那時候美國人就已經把它都拆出來看了 發覺就是中國自己設計 自己生產的 問題它有達到7奈米 以我們的了解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極紫外光刻機的EPU的話 那你是生產不出來的 到底它用這個所謂的深紫外光刻機 怎麼製造出來的 有人說是什麼重複曝光 有人說是什麼堆疊 可是好像還是沒有這種意思 問題就是中國大陸生產出來了 在AI這條賽道上最近有個大消息 就是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企業和電訊運營商 一直在測試華為新一代的晶片升騰910C 而外傳這款晶片可以媲美 回答在去年推出的H100晶片 而從華為最近和百度中國移動 還有字節跳動這些潛在客戶初步的談判顯示 華為的訂單可能超過7萬個晶片 總值大約20億美元 高達折合600億台幣左右 產業研究機構Semi-Analysis的分析師叫做Dylan Patel 他就分析說升騰910C的效能是有望 優於回答的B20的 好 但是要問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按著成本效益的方式來思考的話 因為必須要量產 你必須要製造大量 你才能夠降低成本 所以按照這樣的原則 就必須先考量到的是 美國還有美國的盟友們 這些盟友們 目前以及接下來在限制銷售中國大陸 在先進製造晶片的設備上的做法 所以大使 您研判接下來可能會發展是如何 那美國就是更加強對中國大陸的科技管制 縮緊 基本上目標 美國人做的事情就是目標設定以後 就是想方法 不會因為方法出什麼問題 把目標改變 這個是它的目標管理 目標就是不讓你在AI晶片上 你可以自己生 高端的晶片 你自己生產嘛 那而且把你的這個好供應線 供應線把你打斷嘛 就是不讓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跟美國的產品產生競爭力 第一個是讓你買不到 第二個是讓你造不出來 造不出來它就是 現在造不出來的話 說實話的話 關鍵的這些生產設備的話 一個在日本 一個在美國 日本就東京電子 它的光刻膠 那看起來日本人配合度不太高嘛 對 那個獨門絕活 它如果說把中國大陸的市場斷的話 它自己也要考量自己的利益 那ASML看樣子也是怎麼講 也是抗拒的很厲害 可是美國的趨勢是進一步 對這兩個公司施壓 那讓你拿不到 不過很奇怪就是說 其實去年這個Mate 60 Pro出來以後 那個深層那個是9100吧 那個就是 70 70 9100 那時候美國人就已經把它都拆出來看了 發覺就是中國自己設計自己生產的 那問題它有達到7奈米 那以我們的了解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集紫外光刻機的EPU的話 那你是生產不出來的 所以到底它用這個所謂的深紫外光刻機 怎麼製造出來的 有人說是什麼重複曝光啦 有人說是什麼堆疊啦 跟好像還是莫中意思 問題就是中國它都生產出來了 而且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就產業來講的話 美國跟美國的盟友 它現在施壓給盟友 然後要求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在晶片生產設備上面縮緊 未來只會更縮緊 可是企業端這邊的考量點會是 我要生存啊 我的國家的產業 包括像是我們講說荷蘭的ASMOL 它也必須要去做生意 所以它會不會推出一個是 比如說我們常聽到一句話是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各國也在思考對策 其實這個 這個 輝達就是這個特供晶片 H100就是 專門為中國大陸設計 對 對不對 那ASMOL好像沒有這麼做 而且問題就變成說 我給你的是 就是說深紫外光 不是極紫外光 以致不是最先進的設備 你也可以造出這種 所謂先進製程的 這個光 這個這個 晶片 晶片的話 那美國就是說 那你就既有的 已經中國大陸的 譬如說中心廠 它已經拿到你的光刻機的話 你就把它讓它那個機子給我停下來 你的這個零件維修 後面零件維修你就會斷掉 它就斷維修 這樣你的機子也不能動 所以呢 這個是ASMOL它只要考量 那ASMOL它只要考量 就是說你是要得罪中國大陸 還是得罪美國 那看起來是得罪美國比較嚴重吧 對 那我想兩個同步 美國也在加深加強 那麼中國大陸像華為自己也在搞生產吧 對 那中芯的技術上也是在尋求突破嘛 那中芯說是這個梁夢聰 這個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 這個芯片製造奇材 它這個突破了 用這個 就是說的 生紫外光機就生出來 就可以製造出7奈米的晶片 對不對 那是做到了 那後來就講說它能不能量產 可是問題就變成Mate 60 Pro 跟Mate 70 Pro都出來了 好像也沒有什麼供貨不足 好 所以我們說呢 政府有政策 產業有對策 那現在對回答來講的話 他們也必須思考 不然的話就要被人家追上來了 目前市場上的焦點已經轉向 回答在8月28號即將要公布的 2025會計年度第二季財報 那麼市場解讀說呢 回答的財報可能需要超出 華爾街的預期 這股價才能夠延續動能走升 根據UBS瑞銀的預測說 回答營收預期大約是在 299億美元 而在下週三呢 8月21號在台北這邊 即將要登場的是 機器人與智慧自動化展 這也是第一場 由機器人管理機器人 也就是AI in IA 作為主軸的展覽 預估呢 這個預料這個 回答執行長黃仁勳 也可能會再度到台灣來 而黃仁勳曾經點名過 43家台廠供應鏈 這次看到這40多家的 台廠當中也有10多家參展 完整呈現了NVIDIA AI機器人的合作生態系 江老師我請教 現在看到是AI機器人 會是 您覺得會是兼顧的 我們剛剛講到AI科技升級 還有包括市長前景的 一條新的賽道嗎 其實看這個新聞 可以想像下禮拜二之後 很多股票就會開始 一直漲得亂七八糟 前一陣子是先進封裝等等的股 所以就變成說創造一堆標股 那黃仁勳的股價也變得很高 那回到這一題來講的話 其實講AI這個東西跟機器人 到底有什麼關聯 那各位回想到之前 前一陣子的Computech 它其實一直在不斷的強調 一個概念叫做 數位分身或者是數位軟身 就是Digital Twins的這個概念 那其實這個概念最早是在NASA 他們當時在開發飛機 還有開發航空載具的時候 他用的數據化的管理 那我透過收集數據化的這個過程中 就可以知道 當下判斷說 我哪個地方可能有問題 哪個地方是需要改良的 那當然在 現在有AI的輔助 再加上一些比較高算力的 超級電腦的輔助之下 那我可以再收集 第一個我先收集資料 那收集完資料之後再來分析資料 然後最後再來到我產業端的應用 那這三個東西可以變成怎麼樣子 像比如說我的供應鏈的問題 比如說我人手不足 或者是我去海外設廠 我要怎麼把我整個參數 在台灣可以遠端遙控去 再讓這個工廠能夠用最少的人 然後達到跟在台灣某廠一樣的運營模式 其實就可以靠這個方面去做遠程的去遙控 那這是第一個應用 那第二個的話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的在我的參數收集上 我就可以在不斷的在做的過程中去做試錯 去把以前我們的叫做工人智慧 開始慢慢變成的工資會來提高產 來提高我們的那個這個產品的量率跟產量 那大概我覺得目前可能會朝向這個方向 而不是像我們可能看科幻電影裡面很多AI 很多機器人 那並不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它可能會用在可能就是台積電之前 也提到的一個概念叫做Funtory 2.0 我覺得可能會未來會朝向這個方面去走 一提到美國高科技 你馬上先想到的當然就是Intel 不過Intel表現最近真的是不太好 Intel最近也宣布全球將會裁員15% 為的就是要降低成本 來改善他們獲利一直低迷的問題 而最近又傳出了Intel 把腦筋動到了愛爾蘭的先進製程廠 在2023年9月Intel才宣布說 愛爾蘭的工廠是集團當中 第一個採用EUV 也就是集紫外光光科機 用來做10nm以下製程的光科機 Intel 4這個製造流程工廠 而且它的價值是高達了185億美元 當時就說這個先進製程會用在做筆記型電腦 Meteor Lake這個晶片 然後要為未來的AIPC的發展來奠定基礎 但短短不到一年時間 最近就像Lixly的半導體園區的員工提供了一個自願資遣的方案 資遣費最高可以達到50萬歐元 我請你教大使是說 現在看到Intel是不斷在節省節省節省 要想辦法cost down 那直接就也針對了剛剛講到的先進製程來開刀 是不是說他們的思維可能是說先把我既有的市場給顧好就好 那先進的再說吧 目前就是先以節緣先做 您怎麼看 對 它這個主要它產品不看好嘛 對 它這個Intel它除了這個晶片設計 它還有晶片製造 晶片製造它也製造不夠 比不過台積電嘛 這是事實 晶片設計的部分它也落後了 比如說這個現在這個AI晶片的話 那值這個業界龍頭是這個NVIDIA 它的這個NVIDIA的H100 H200 已經在這個已經在這個市場上攻城略地了 已經是這個市場的寵兒了 那它同樣的產品 那個Intel的同樣產品叫Gaudi 3 事實上要今年10月才推出來 人家的產品已經在市場上大賣了 它的產品還沒出來 所以在這一塊GPU這一塊 它過去做這個CPU 它是這個電腦的 這個PC的這個稱霸 那也造成它在新的趨勢裡面 它有一點致滿落後了 所以現在GPU的部分 它基本上你怎麼能跟這個NVIDIA來競爭嘛 那另外一塊它在這個PC部分 它這個現在講這個所謂AIPC AIPC也是新的趨勢 可是問題就是說它最大的合作夥伴是微軟 它跟微軟本來要做這個AIPC的 可是呢 它的這個晶片就叫這個Luna Lake 可是呢 微軟跟它拆火 微軟改跟高通合作 高通有一款叫COPY LOT PLUS 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你看將來現在不但是這種 所謂就是說AI晶片的這個天下 那你這個手 你這個過去Intel比較在行的所謂的PC的部分 你AIPC你又跟微軟的拆了火 那你在這個市場上你已經 這個就是說先進的趨勢上你已經落後了 所以這個才是它真正的挑戰 對 科技的產業真的是日新月異 不斷在變化 這印證的一句話 就我們常聽到說交者必敗 那當然Intel的你說不好的消息呢 其實還不止這一樁 接下來就看金融時報也指出說呢 軟銀集團Solbank 他們放棄了跟Intel合作生產人工智慧晶片 來抗衡揮答的這個計畫 而傳出說軟銀目前反而是改為聚焦 要向台積電來進行洽談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說 軟銀將談判破局要是歸咎給Intel 怪罪Intel沒有辦法達到軟銀 對產量還有速度的要求 但是針對這個傳聞呢 包括Intel 軟銀還有安謀呢 都沒有證實 軟銀創辦人間社長孫正義的說法是 NVIDIA的AI資料中心晶片 是目前為止市場上最受歡迎的晶片 廣泛的軟體平台CUDA 鞏固了NVIDIA晶片的主導地位 所以現在簡單來講 軟銀呢希望能夠拉台積電 來打揮答這個盤算 有沒有可能成功 是市場現在關注的 可是說到了NVIDIA跟台積電的關係 如果您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黃仁勳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特別在張忠謀的家宴上面 他講到沒有台積電就沒有今天的NVIDIA 所以現在問題回到了台積電 市長您覺得台積電會怎麼去面對這個 想要挖牆角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的確這陣子這幾家公司軟銀 輝打英特爾 的確在市場上很多消息非常熱鬧 比如說在過去72小時發生的 才剛發生的就是英特爾 它賣出大量的那個 就是安摩控股 那大家都知道安摩控股背後就是軟銀嘛 那台那個英特爾賣出大量它的一個股票 它要籌現金這樣子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安摩是那個SoftBank 底下最重要的半導體系制裁的一個供應商 它在整個市場上那個舉足輕重 那英特爾這樣的一個動作到底 它跟軟銀到底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然後同時我們也看到了消息說 輝打和AMD他們放出消息 這是公開的一個消息 他們要研發基於那個ARM架構的 Windows的晶片 那個ARM架構就是 安摩Holding的開發的一個架構 看起來這是一場大家成群結黨之後 那個壁壘分明的一個對抗 台面大動作很多 對 甚至是有那個相互見面的一個企圖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還是說事實上沒有那麼嚴重 它只是市場上大家各取所需 然後朋友各交各的 你是我的好朋友 雖然你跟他不合 但是我還是可以跟他做生意 基於市場上朋友各交各的 我覺得其實對有成群結黨 可是這個成群結黨是錯綜複雜的 未必是壁壘分明 甚至沒有達到說企圖見面 對方這樣的一個局勢 我舉個例子 在印度上最近最熱門的股市題材 有三個 一個是eScooter Maker Ola 就是那個電動的Scooter 摩托車 另外一個是Unicommerce eSolution 另外一個是 一個Baby Prada的 它叫Brand B 這樣的一個Solution 這樣的一個公司 它背後什麼 它背後其實就是Arm Holdings 它背後就是Soft Bank 可是這三家 它目前跟Intel 包括AMD 事實上都還是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 Intel它目前最重要的一個利基 雖然我們可以說 它在晶圓製造服務 Foundry Service方面 它相對的比較落後 它在市場上的優勢不在 甚至它被打得很閃 可是它在自動車晶片 它在IoT上面 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利益 那這三家印度的一個公司 它背後就是軟銀 它跟Intel 還是保持一個密切合作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目前這樣的一個局勢 錯綜複雜 對大家成群解答 可是還是維持朋友各交各的 完全基於市場的一個需求 在決定它跟競爭者的關係 OK 接下來就是考驗台積電 這個決策高層的智慧了 那說到台積電的動向 接下來就來看到 他們在15號公告說 將用171.4億元新台幣 來買群創的南科市場 主要是供營運與生產使用 群創也同步公告了 相關資產處分的案 估計賣場的收益大約是147億元 外界也預估說 雙方最快在8月底 會完成交易的相關作業 當然這個消息一出之後 震撼了科技產業 但是台積電也沒有針對 所以說買下群創南科市場的用途 多做說明 只透過我們剛剛講說這個公告 指出說是供營運與生產使用 市場上當然會有很多的揣測 主要的揣測就是跟先進封裝 是絕對脫不了關係的 那現在買下這個群創南科市場之後 可能的發展戰略 江老師覺得會是什麼 是提升先進封裝測試的需求嗎 其實這個要講故事 其實群創這樣應該說最近世界上 其他國家面板廠都不是這麼好過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中國大量的去補助 所謂的大尺寸的LED 那這時候就造就了很多公司 比如說京東方 華興跟惠科 他們目前來說是佔據了全世界的 主要的這種所謂的大尺寸面板的主要的試占率 那所以他把日本 還把韓國 把台灣 打應該算是打趴在地上 所以韓國的三星不得不轉型去做 AMOLED 還有再來是做所謂的量子點的LED 跟那個Micro的LED 那群創當然他也有去做所謂的轉型 那去做mini LED跟Micro LED 還有做那個N3D的那種 所謂的互動式的這種東西 比較特殊的產品 那包含做所謂的散出型的封裝 一般來說他們叫做PLP 那當然看到這個 其實他有現成的廠 因為他已經在做所謂的散出型的封裝了 那台積電買這個廠很大一部分 我相信他可能是要做他的 他可能要直接接受他的 Think Out的PLP 的這個東西來去做封裝 那這個東西不只是可以做AI相關的產品 那他也可以用在車用上面 那因為這個Think Out 他跟Coast哪裡不一樣的原因是 這個東西他的成本是比較低的 然後他的導電系數比較低 那他的像導電 那他的電阻比較低 所以他導電就比較快 所以他散熱也會比較好 比起Coast Out 對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而且你看買了群創的廠 他可以直接無縫接軌用他的無程式 直接用他的設備 那再來我覺得可以比較關注是他的人 搞不好也可以從群創直接挖 那也可以一方面各位還記不記得 前一陣子嘉義蓋廠 挖一挖挖到古蹟 那每天要好像找人 一千五百塊去挖那個古蹟 那其實也可以部分緩解 現在所謂的AI的熱潮 還有一些其他的 粒機型電子的產品的這些半導體的需求 可是風險呢 風險目前來說 有機會怎麼有風險 目前來說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說真的現在先進封裝算是 應該說不夠封 因為你看連日月光台積電 先前不肯放一些所謂高級生 他也慢慢好像也鬆口 想要請日月光幫忙做代工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 也是要感謝黃楊勳支持吧 只要冠上AI 比如說AIPC 我們今天會聊到AI手機 還有包括像AI機器人 那當然現在AI會不會是 未來中美兩強對抗一個新的賽道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那說到AI當然要搶到是大量的專利 日經的專題報道最近就顯示說 中國大陸在專利這個部分 從2018年前後就開始大量的申請專利 而這是在美國和其他地區看不到的趨勢 根據世界五大專利局 包括像日本專利廳 美國專利商標局 還有歐洲專利局 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以及韓國知識產權局所提供的數據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生成式AI相關專利的 申請件數有30124項 遠遠超過了美國12530項 幾乎看起來中國大陸是美國的一倍多 那中國大陸的專利 如果按照企業跟組織來看 第一名是百度的575項 第二名騰訊控股561項 而這兩家企業共同構成的BATH 華為技術還有阿里巴巴集團也申請了 有100項以上 申請數在前10名的都是中國大陸 國內的企業跟大學 也就是說透過產學合作在生成式AI專利上 現在是感覺大步的快跑 施總怎麼看這個背後所隱含的產業戰略思維 我覺得剛才主持人講的大步快跑 這四個字的確是關鍵字 從美國的12530這個數字 對比中國的30124這個數字 的確是大步快跑 但是我要問的說快跑的同時 這代表的就是遙遙領先還是集體直追 所以我們還是要來看數字 從2002到2019 事實上在美國申請AI的一個數字量非常大 大概累積了279145 在這段時期世界各國 包括中國大陸日本 整個總體的量 事實上只占美國的20% 所以我們對比2002到2019 以及2019到現在的一個數字 我覺得中國大陸是集體直追 還不到所謂的一個遙遙領先 事實上你用說在美國申請的AI專利的數字 對比中國在AI申請專利的數字 這裡面有一件很大的變數 就是說申請者不一定是美國公司 中國公司也可能是向美國提出申請 美國公司也可能在中國提出申請 所以這個數字 如果你只看這樣的一個絕對數字 只有反映了說中國市場的需求 跟美國市場的需求 這並不代表中國資本或美國資本 在這個產品上面的一個表現 所以比較有意義的是 剛才主持人另外提一個 譬如說百度 他一年就提出575項 這個的確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不過我們還是要相對來看 575到底多大 我很喜歡秀我的Bloberry的手機 因為我比較懷舊 Bloberry擁有的專利數字多少 他現在還擁有的有4萬多 但是他賣出去的 就是從歐巴馬拿著他的Bloberry手機 登上空軍1號的那張照片 到現在他賣了3萬多 所以他曾經擁有的 現在游泳過去游泳總共就7萬多 500多比起7萬多 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在這方面激起直追 激起直追還要看內容 我們看看百度 譬如說過去他兩年 他申請的一個專利主要在哪方面 自然語言的processing 機器學習的運算法 語音辨識 自動的自動駕駛導航以及感應這方面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Cloud computing 還有就是 vehicle communication to everything 就是從汽車 汽車作為主體跟各個IoT的一個項目的一個對話 這樣的一個專利 這可以看到是什麼 事實上就是說 百度他已經走向了不只是技術上的那個專利 而是在應用 這個應用我指的是商業的一個應用 一項技術出來 我們首先要有一個prototype 然後接下來是一個成品 成品不一定是商品 商品就是commercial product 也就是說 對 你要在市場上 你要發展出你的一個商業模式 你的這個技術到成品 到你的製品 然後才能存活下來 所以百度在這一方面商業應用 我們從他的專利的一個項目可以看到說 事實上他已經是走向了 跟他的整個那個商業模式結合 所以這樣子來看 技術不如人沒關係 但是從他的專利的表現 可以看到到說 他在商業市場上正打出一片天 所以可預見的是說 中美未來在爭取這個誰當AI星霸魯之前 可能他會進行的是一場所謂的專利戰 那當然這個剛剛講到說 錯過產學合作 中國大陸這邊不斷去爭取很多的專利 因為專利我先拿到了 我先申請了 將來你如果要使用這樣的技術的話 你必須要我的授權 不然就可能會衍生成侵權的問題 那再來大家講到的專利 中方大量申請集中在專利分類G06N3 這比較專業 這個其實就是基於生物學模型的計算機系統 在這一點上面跟美國是如出一策的 那另一個特點呢 就是從2022年前後開始 在G06V10圖像或視頻識別或理解的這個布置 這一塊倒是在美國 韓國 歐洲跟日本 都沒有出現的傾向 而日本的總數是跌到了第五名 原因是什麼 江老師你覺得 這一個專利分類我們用大家民眾比較可以理解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基於生物學模型的計算機系統 它其實可以比較讓我們 就是類似於類神經網路跟語言模型 就有點類似像現在大家比較夯的 ChartGPT的這種算是聊天的這種 這種專利 大陸發展這個東西他們可能有一個先天的缺陷 就是說他們在做語言模型的時候 其實很多詞彙是不能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會是他們相對的弱勢 那再來看專利的數量來說的話 目前大陸大概有三萬多 那美國可能只有一萬兩千多 那其實差了2.4倍左右 但其實你仔細看專利的所有全人 可以發現說其實大陸最多的所有全人它是百度 那再來是騰訊 接下來都是大學 那比如說西安電子科大 浙大 還有華南理工大學 跟那個電子科大 還有杭州電子科大跟武漢大學 所以基本上可以發覺說這麼多的專利數 其實它都是學校自己弄出來的專利 那到底未來能不能產業化 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要打一個問號 那畢竟這可能只是目前申請中的專利 到底最後核定多少還不知道 BBC也盤點出了俄烏兩國所出產的重要戰略物資 在這個俄烏戰爭下受到多大的影響 戰略物資包括了小麥 古物 石油 天然氣 煤炭 再到黃金 還有銅礦 以及其他的貴金屬 特別是在畫面上我們提供給大家看 烏克蘭是高醇稀有氣體奶的主要供應商 它佔了全球高醇奶氣的出口將近有70% 那麼奶氣是用在製造半導體圖案的光刻技術 美國晶片產業所使用的奶氣 90%是來自於烏克蘭的 在庫斯克這個起席之後呢 俄羅斯政府現在也發表聲明說 9月1號開始到12月31號 今年年底以前要實施汽油出口的管制 現在宣布汽油出口被管制了 會不會進一步的去影響到油價 重要這些原物料的供應 然後進一步會去影響到這個通膨再度的發生 教導師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會去影響的啦 那如果比如說在講到說 我們比較常提到的半導體供應鏈 因為主要奶氣它是來提供所謂半導體去做光刻的 那目前我看起來應該是比較頭痛的是 現階段第一衝擊應該是美國跟日本 因為其實主要很多的原料都是來自於美日 那再放長遠一點 那它到底會不會影響到整個供應鏈 那其實如果會影響供應鏈的話要怎麼避免 那在前一陣子其實從疫情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在檢討自己的所謂的供應鏈的韌性 那包含其實美國有提出有岸外包 那希望就是美國的供應商們 能夠到印度、波蘭跟墨西哥 離美國本土近一點的地方去做工廠 其實這樣子 美國雖然有做這件事情 但是其實效果並不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實 東西在哪裡做還是取決於說我的品牌商 比如說蘋果 那各位可以發現其實蘋果很大一部分的製造廠 是過度集中在亞洲 那美國其實也有去注意到這一點 那假設如果真的要讓整個供應鏈能夠比較安全的話 其實它會強迫所謂的製造商 往亞洲以外的地方去設廠 那這樣的話如果以台灣來說的話 就可以 就可能會面臨到我們的產業 可能會被迫 去變成所謂的產業空洞化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需要去做注意的 跟觀察的一個地方 對而且你如果一拉的話 不是只是單一起 對 是整個供應鏈都必須要外移 這是台灣必須要面臨跟思考的問題